台東縣連兩日的零確診 但是台灣的整個疫情其實卻並沒有趨緩 那我們還是持續的高度警戒 那我們第一線的工作人員非常的辛苦 在這樣烈日的炎日之下 還是要全部的著裝 來做為自己 為家人做最好的防護 那我們在這裡持續的募集民間的防疫物資 來給我們第一線需要的工作人員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 海山市務師傅建營法師 以及我們台南周董事長花蓮慈濟 和景艷關懷協會的盧啟貞盧董事長 謝謝你們在這急要的時候 給了我們N95口罩 我們全套的防護衣 防護面具以及面罩 讓我們第一線的防疫工作同仁 能夠有安全的防護措施 在這裡我們也同時感謝所有 用行動來支持我們第一線 防疫人員的所有好朋友 因為有你們的鼓勵和支持 讓我們更有信心跟大家一起堅持防疫